好通常我们开场会是这个微博热话题 但是本周呢是要看微博看不到的热话题 但国际都很关注 这是在中国大众的爆发是1989六四以来最大规模的抗争活动 叫做白纸运动或者是白纸革命 而且他们都喊出的是像是呢解封要自由之外 甚至有人喊出习近平下台来看报道 下台习近平下台 上海的抗争声音从夜晚到白天 中国人需要勇敢一点 大家昨天没抓走那么多人 他们都没有老婆孩子没有工作吗 我们不用怕 结果下一秒他还没讲完就被警察压上车 群众声援但是被抓的不止他 还有另一名抗议者被警察抓脚掉着拖走 这抗争发生在上海从11月26号开始发酵 还要不了脸 不要了 我记住你了 来抓我 大家看你们什么都在协助的 大家要 这就是中国人 放胆跟警察对象还合唱谷歌 这罕见抗争起因是清零政策 在新疆的乌鲁木齐 居民被封控上百天 二十四号一场民宅大火烧死十人 年纪最小只有三岁 隔天乌鲁木齐的居民先爆发抗议 二十六号乌鲁木齐官方宣布 清零逐步解封 当晚上海的乌鲁木齐路聚集民众悼念死者 演变成抗议风控政策 二十七号深夜 上海官方拆掉乌鲁木齐路的路牌 警察与人强驱离民众 乌鲁木齐中路拉起封锁线 不让人再聚集 CN点出 众道各地罕见抗争 是对清零政策不满烧到极点 同时根据路媒自己揭露 超过两百五十家核酸公司造假 制造假数据假阳性大发国难财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不满这个坚持清零风控政策之下呢 在上海爆发的这个抗争 我们居然看到这最早呢 是发生在我们的开票之夜 就是11月26号的时候 我们在看开票的同时 他们在抗争了 开始抗争了 就是呢在这个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 有不少人去悼念这个新疆的离难者 就是抗议这个过严格的防疫 导致了次生灾害嘛 然后人开始变多之后 警察也出现了 然后就开始有些抗争行为 然后过了一天之后 在27号的深夜 他们我觉得这动作太有趣了 怎么会是去拆这个路牌呢 这路是消失了吗 对至少把那个标题拆掉了 对就大家不能再靠近那边了 像我传出说 其实这附近的网络讯号 都变得非常的微弱 你要传影片都很难传出去 就想要试图呢 阻断任何的讯息 影片的传播 以及人民在网区那边来聚集起来 不过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是这个乌鲁木齐 为什么呢 其实这地方当时有发生了大火 那疑似是因为风控关系 来不及逃生 然后官方说呢 是有十人死亡跟九人受伤 但是不少人在说这个死亡的数字 好像不止十人 跟官方的数字是有落差的 而除此之外 再看到的是 这个一连串的争议事件 其实一直都出来 像是仙球这项孕妇啊 她因为这个不舒服要去救医嘛 可是PCR关系被挡下来之后呢 她就流产了 这影片当时其实看得很让人 触目惊心 她喊得非常的犀利 然后再来是之前贵州的 这个转运要隔离人人的巴士呢 车祸丧命很多人 而且这些人都是不需要隔离的提示 就是可能同栋住户 并不是真的是阳性感染人员 再来是有南州的小孩子呢 他可能在封锁期间 煤气中毒也来不及 就医然后就死亡了 所以这些是疫情的灾害 衍生的一些这个民怨 但为什么抗议风控 会变成是抗议这个 有政治口号出现呢 从近的来讲 就是第一个就是 新疆乌鲁木器的官员 简直是考验人的智商 因为当时在火灾发生之后 第一时间就有传出说 因为他的门都被封死 用铁条封死了 民众逃不出来 一再哭喊说放我出去 但是最后还是死在里面 那但是官员开的记者会 确实讲说 因为当时完全没有封路 消防车是因为民众乱停车 所以才进不了这个消防通道 还有他们的消防队说 是因为民众缺乏自救的知识 那有人就在微博上面说 你干脆说大家是太傻 不知道要跑 以至于死掉就好了 那至于为什么说 针对封控的一个抗议 结果喊出的却是 要民主要自由 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 这样高度政治性的口号 对而且很罕见 对有学者就说 其实那是因为在过去 这整件事并不是 可以说只是一个引爆点 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蓄积很久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因为疫情而造成的人命损失以外 我们还记得这阵子中国发生贵州铁链女事件 然后还有唐山打人事件 最后很多事情也都不了了之 那在这样的不断的负面情绪累积之下 其实民众并不傻 他们都知道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核心问题都是在官方的治理的不当 在他们眼中 所以当这件事情真正触到他们的底线 为什么是底线 因为在中国大陆一再都有一个所谓的社会契约 就是你不要多乱说话 但是我让你过好日子 经济上有好过的日子 但过去三年恰恰是包括经济也不行 因为他们被封控住了 自由也被剥夺了 有学者就形容说 花大钱买的家变成自己的囚龙 然后自由的牺牲了 但是在过三年之后 发现连生命都可能在这样的封控的情况之下牺牲 所以就让他们转而直接把箭头就直接指向执政当局 所以现在这种抗争可能说是遍地开放 我们刚刚正前有个重庆的超人哥就喊出 这个病就是有什么 没有钱跟不自由 然后他们都占了 就是他们底层人民的最大的这样子的不满情绪是宣泄出来 而且呢 现在的抗争是整个迈到很多的大专院校 我们看到这个最早是在这个南京的传媒大学 很多人点了这个烛光点灯 然后喊出人民万岁适者安息 甚至在这北京 北京大学墙壁就有出现的叫做是呢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核酸要吃饭 还说呢 这个就是务实的 不是躺平 睁眼看着世界 终究呢 这个清零只是一个谎言 非常真实的抗疫的这样子的标语 写在北大的墙壁上 但是也传出一些好像老是在劝阻是不是 是 例如说像是在南京的这个传媒学院 就他们的老师出来劝阻说你们这样子会有后果的 那这个校长讲话讲得很狠 就是学生说你才会有后果 整个国家都会有后果 那有老师就逼问学生说那你叫什么名字 这平常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场合听到的话就会觉得很害怕 就会想不到那个学生就直接的抱上了自己的姓名 那旁边的学生也争相抱上自己的姓名 就可以想象在当时学生的愤怒的情绪 跟他们愿意为别人的牺牲而站出来 因为他们捍卫的是新疆这些罹难者的权益 而不只是自己的权利 他们为了别人的生命而站出来哀悼 这个也是引发更多共鸣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其实可以关注的是 毕竟是真的是高知识分子 他们的大字报的用字潜词也是非常精准的 比如说他们喊的是习近平下台 还有这个共产党下台 下台两个字比较倾向于我们民主社会里面的选举的概念 不是共产党过去的斗争里面常用的 打倒某某某打倒某某某这样的字会 其实这里面也潜藏他们的一个民主的价值在里面 他们也是会希望有一天可以 比中国民主的一天了 那我们看到是这个抗争过程当中 大家好像都是在拿这个白纸 就是一张白纸在抗议 他们说呢就是 如果你连白纸都害怕的话 就代表了你的内心是很脆弱的 而现在传出大家有进白索大学 都有这类似的抗争活动 来看这报道 学生手举白纸高呼民主自由口号 这里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母校 北京清华大学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我黑就不敢发生 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 我作为清华的学生 我会后悔一辈子 根据上传到推特的影片 由国际媒体估算两天来 大陆各地至少数十所大学学生出面 悼念新疆活警中 因为被封在家里而死的罹难者 一份网上流传的名单 更接近一百所大学 你们总有一些 要为你们今天的所对的一切 人都要为自己所对的一切 要付出代价 你也要为你说话的一切 这个国家要付出代价 你懂吗 鸡头在只有三年 Multiple vigils and protests often spearheaded by young people on university campuses they are seen holding up white paper white obviously being the color of mourning not only for the victims of Xinjiang 学生手举白纸 象征对官方控管网络言论的无声抗议 不止在大学 27号类似的运动也出现在大陆各地 从广东省会广州到四川的省会成都 恶地民众不育儿童的行动被称为白纸运动或白纸革命 TV熊人 柯胜熊 庄志伟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